当你想到美国的基建,第一反应可能是金门大桥标志性的橙红色钢索,或是洲际公路上绵延不绝的车流。 这些曾经确实是美国的骄傲,毕竟金门大桥建成于1937年,胡佛水坝更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震惊世界。 近一个世纪以来,金门大桥一直是美国工程创造力的象征,那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奇迹的时代,人们坚信,没有什么不可能。 它不仅连接了海岸,更连接了梦想。 旧金山金门大桥是历史上最艰巨的工程挑战之一,尽管困难重重,它依然屹立了80多年。 它不仅是一个地标,更是美国历史鲜活的见证,但属于美国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 当美国仍在为老化桥梁的修缮经费争论不休时,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正在重写人类工程的极限。 在贵州的群山深处,一座新的巨桥横空出世,花江峡谷大桥。 在正式通车之前,它经历了世界上最极端的一次载荷测试,96辆重型卡车,总重3700吨, 由400多个传感器实时监测每一个硬力点,变形点和震动数据。 它不仅毫无悬念地通过,还重新定义了桥梁安全与监测技术的标准。 这不仅是一座桥,它是一种宣告世界工程奇迹的中心正在东方崛起。 那么,这座桥梁究竟何德何能,可以成为21世纪基础设施的真正象征呢? 中国正在引领一场千年一遇的基础设施革命,工程师以惊人的速度建设创纪录的超级工程。 全国高速铁路网络延伸超过26000公里,连接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现已成为现代化与效率的全球象征。 同时,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接近2.44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6%, 这显示出中国将基础设施作为经济扩张和国际融合核心引擎的战略。 这些巨额投资不仅拓展了全球供应链,也创造了技术合作与创新的机会,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其中一个耀眼的例子便是贵州省的花江大峡谷大桥,该地区曾被崎岖的山地隔断。 大桥已经于2025年9月开通,全长9480英尺,主跨4660英尺,将跨峡谷的通行时间从70分钟缩短到仅90秒。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一条交通纽带,还集成了玻璃栈道。 蹦极、滑翔伞和悬崖小径,成为类似于旧金山金门大桥的全新旅游地标。 工程师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把这座大桥建造完成了,展现了中国令人惊叹的建设速度, 克服极端地理环境的能力,以及引领全球基建时代的实力。 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建造世界最高的桥梁。 它的桥面距离水面距离足足有625米,比北京中心大厦高97米, 比广州塔高65米,与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几乎持平。 如果再加上桥塔的高度,更能直接和人类最高的建筑物哈利法塔并肩而立。 如此高度,哪怕从桥面做自由落体运动,都要用上11秒的时间才能落地。 这就是贵州花江峡谷大桥。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中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突破, 更是世界悬索桥工程的巅峰之作。 在中国贵州的地图上,你几乎看不到大片平地。 全省92.5%的面积是山地丘陵,共有125.8万座山头, 被八条大江和无数支流切割成深不见底的峡谷。 在这样的地形中,建设高速公路几乎意味着要与地球的褶皱正面交锋。 花江峡谷位于贵州六盘水与前西南之间是陆湾高速的重要节点, 中间隔着跨度惊人的花江大峡谷。 要打通这条高速,工程师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避开深谷,从山顶绕行,路线平顺,但代价高昂, 要么降低桥高,增加隧道与坡度,但代价是复杂与危险。 最终中国工程师选择了最极端的一条, 在625米的高度上,一跨飞越花江峡谷。 在625米的高度与1420米的跨度下, 普通的钢垢梁桥以及拱桥或斜拉桥都不适合在这样极端的地理环境下建造。 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修建超大跨度的悬索桥。 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公里, 桥面距谷底625米, 主跨1420米, 正式超越北盘江大桥, 成为世界桥面最高的桥梁。 它的建成将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从70分钟缩短到仅90秒。 可是要建造一座高度世界第一, 跨度也是世界第一的大桥, 该分几步完成呢? 很简单, 主要分三步进行, 先建两座坚固的桥塔, 搭上两根牢固的主栏, 并加以固定, 再用一根根吊锁拉住足够稳固的主梁。 这这样一座悬索桥就建造完成了, 其实也没这么简单。 为了让最高262米的桥梁稳稳立在山头, 除了要找寻稳固的山体, 还要把24根巨大的混凝土装机深深插入岩层之中。 有多深呢? 最深68米, 相当于20多层大楼, 地表之上200多米的塔柱被拆分成了40多个阶段。 在利用这种造塔机, 在液压系统的驱动下逐节进行胶柱与爬升, 让桥塔以平均每天0.8米的超快速度向上生长。 和桥塔同时交注的还有你现在所看到这块巨大的混凝土, 它到底有多大呢? 体积相当于半个北京国家体育场, 也只有如此体型, 才能利用自身近40万吨的重量稳稳锚住两根竹篮, 让它们承载起整个竹梁的重量, 这就是重力锚。 而在对岸虽没有空间安放巨大的锚定, 却能直接以山为锚, 将锚定深深嵌入事先挖掘的隧道中, 这就是隧道锚。 有了桥塔和锚定, 这样就可以架设竹篮了。 而这两根远远看去十分纤细的竹篮, 实际上有多粗呢? 答案是接近一米, 足以让人站在上面行走。 可是巨大的竹篮, 又是如何跨越1400多米的峡谷飞到对岸去的呢? 答案是依靠无人机进行牵引。 这架无人机将第一根竹篮作为开路先锋的绳索, 从山谷的一侧牵引至对岸。 接下来, 这根仙岛所将牵引一根粗绳索过江, 再用这根粗绳索牵引更粗的绳索。 如此来回往复多次, 就能在两座桥塔之间架起一个悬空的临时施工平台。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猫道, 通过猫道上的牵引系统就能牵引锁鼓了。 它们每一束锁鼓都是由91根直径5.7毫米的高强钢丝组成, 其中的第一束是最为关键的。 工程师们必须使用地面全站仪, 联合北斗卫星定位等技术, 将架设误差控制在两毫米以内, 才能让它成为之后所有锁鼓位置和张力的基准。 而当217树锁鼓全部牵引到位后, 利用锦缆机将它们压紧固定, 才能最终形成一根竹篮。 当两根竹篮全部张紧后, 施工进入主粮吊装阶段, 花江峡谷大桥的主粮重量相当于95架运20运输机, 被拆分为93个阶段, 从中间向两岸同时瓶装。 每个阶段重达200吨, 相当于吊起世界最大风机的整套叶片, 而吊装工作必须在随时可能袭来的峡谷强峰中完成。 在毫米级精度的智慧缆锁吊系统控制下, 主粮最终精准合笼, 宣告世界第一高桥的主体结构完成。 花江峡谷大桥于2022年1月18日开工, 2023年4月, 首座桥塔升至653英尺, 2024年1月, 主旋锁架设完成, 2025年1月, 主粮合笼2025年8月进行全尺寸核载测试, 2025年9月正式通车, 仅用三年多的时间便在被认为几乎无法现代化施工的地形中完成了这一世界纪录工程。 在核载测试中, 96辆总重3700吨的卡车压在桥上, 400多个传感器实施监测硬力, 变形与震动。 测试结果证明, 桥梁完全符合最高级别安全标准, 并通过数字轮升系统建立长期健康监测模型, 实时追踪桥梁状态。 花江峡谷大桥并非只是一座桥, 而是一套融合智能感知、 数字轮升与风动控制技术的超级系统。 它配备400多个高精度传感器, 实时监测温度、 风速、 硬力与震动, 数据同步上传至中央数字轮升平台。 工程师可预测结构疲劳点, 优化维护周期, 从而延长桥梁寿命, 降低成本。 在抗风与震动控制方面, 桥梁采用了新型空气动力、 外形设计和高性能刚相良, 以最小化窝震与共振风险。 同时安装激光雷达, 实时监测风速风向, 桥塔内部嵌入控温智能芯片与冷却水管系统, 以防止极端环境下结构硬力集中。 花江峡谷大桥的意义, 远不止技术奇迹, 它将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从70分钟缩短至90秒, 让曾经出不去的山中县城, 第一次融入全国高速网络。 大桥所在的陆湾高速全长94英里, 是连接贵州西部与珠三角的重要走廊。 它的开通不仅提升了物流效率, 降低燃油消耗与车辆磨损, 每年可节约数百万美元经济损失, 更将带动19平方英里区域的旅游, 酒店与生态产业发展。 大桥的桥面集成玻璃栈道, 蹦及滑翔伞平台与悬崖步道, 被称为金门大桥级别的中国新地标。 在625米的桥面上一跃而下, 其刺激与惊险程度可以让您铭记一声。 此外,该大桥还成为了许多一桩飞行爱好者极限挑战的胜地。 服务区被命名为云渡, 寓意一桥飞堵云上, 届时游客将在海拔千米之上俯瞰云海, 亲身感受这项工程的震撼。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贵州的骄傲, 更是中国桥梁科技跃升的象征。 在全球最高桥排行榜上, 中国以包揽前十中的八座, 贵州一省就占据一半。 而花江峡谷大桥的出现, 让世界第一高桥再次写上中国的名字。 与法国米洛高架桥相比, 花江峡谷大桥以桥面高度取胜, 与日本名师海峡大桥相比, 它面对更复杂的山地与风力。 与美国金门大桥相比, 它在跨度、抗风性与结构精度上全面超越。 它不仅超越旧有的世界最高, 世界最长的定义, 更开创了悬索桥设计在极端地形条件下的新范式, 为未来横跨喜马拉雅、 安地斯等深辖工程提供技术先例。 放眼,整个贵州如今已有三万多座桥梁, 跨越山谷与江河, 它们不仅串起高速网络, 也串起了经济命脉, 文化联系与生活希望。 曾经的贵州被称为第五三尺平, 而今天, 随着花江峡谷大桥的通车, 这一误解将被彻底改写。 因为在桥梁的连接下, 山不再是阻隔, 云端也能通行, 百万座山头终于有了百万条出路。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连接两岸的道路, 更连接了贵州通向未来的方向。 在未来的桥梁史上, 人们会记得这个名字, 花江峡谷大桥, 一座从云中降临的奇迹。 它以625米的桥面高度, 定义了新的世界纪录, 以三年建成的速度, 展现了中国基建的力量, 以数字智能的管理, 开启了桥梁工程的新纪元。 它不仅仅是一座桥, 更是一种信号, 中国正在引领人类基础设施的下一个时代。 花江大峡谷大桥, 作为世界最高桥, 其证明了中国基础设施的未来已经到来。 对此, 迎评前的您怎么看? 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工程新时代的曙光? 请在下方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 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了解更多关于中国顶级大型项目的故事。 看到最后的都是真爱。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